修改素材预设时间 那这个 这个是标题文字 拉进来 我再随便拉一个 你看它长度一定都一样 为什么 都10秒钟 这太长了 如果是拉图片呢 图片素材在这里 我有张图 这笔就是图哦 拉下来 这是5秒钟 这是10秒钟 来可以改的 在哪里改 预设值 编辑的偏好设定 那么在 这里这里 在编辑的地方 预设图片档5秒钟 我觉得一张图片档5秒钟 也许3秒钟或4秒钟也可以 3秒钟 那 有看到这个吗 字幕改成5秒 特效多长 这边都可以改 标题在这里 字幕 字幕也得改 什么字幕呢 叫做旁白 我们很少人讲话 一次是讲10秒钟的 我现在告诉你 这样大概3秒钟 2秒钟 所以其实字幕 这个也得改 一起改一改吧 改3已经够长了 标题5秒 确定哦 确定哦 那转场2秒钟 确定哦 那下次我再拉的时候 来回到字幕 我改5秒了 拉一个 你们看剩一半 这样就 我觉得一半会比较合理 我刚修改在哪里 我再拉一个图哦 拉图 一样进来这边 我刚改成3秒钟 听懂吗 旧了就不能办法 来在哪里改 编辑的 编号设定的地方 在编辑的地方 预设进来 每张图 如果你希望是5秒钟 那就5 那标题我觉得 5秒或6秒可以啦 那字幕很少 超过3秒钟 来可以去改一下 哇 2-4秒钟 7秒钟 2秒钟 就是5秒钟